自从赵丽颖的两部新戏杀精之后 他本人就开始处于长时间的休假当中 前两天因为登上时尚八杀的缘故 赵丽颖算是罕见露面的一次 这一次领导还专门接受了采访 面对这一次采访 赵丽颖也诉说出很多内心故事 赵丽颖也坦言 不是自己不愿意工作 而是自己的一些旧伤复发很难痊愈 身体越来越弱 所以仍然还需要继续去休养调整 赵丽颖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 也没有投入到新剧的拍摄中 赵丽颖一直都在休息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赵丽颖为何突然休息这么久 其实还是因为曾经的腰伤复发 赵丽颖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脚步 当年拍戏的时候 因为自己太拼太精进 赵丽颖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然后就留下了很严重的腰伤 这次接受采访 赵丽颖也坦言 自己休息是因为身体太弱了 明明很年轻 但身体就像一个老太太 不过赵丽颖还坦言 自己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 自己很喜欢 目前自己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好好休养 好好养身体 暂时不会去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 身体最重要 因为需要经常拍戏 赵丽颖的一些旧伤经常性复发 赵丽颖回忆当年从马背上摔下来 最严重的时候洗脸都困难 只能一个手去搀扶着 想一想这样的画面都心酸 赵丽颖实在太拼了 有了当年的拼搏 才换完了今天的成就 赵丽颖的成功不是偶然 这一切都是她付出后应该获得了结果 不过粉丝们还是希望偶像能多保重身体 身体才是一切行动的基础 对于未来什么时候会全面付出 赵丽颖并没有说出具体事件 领导还是坦言自己没有想好 现在首要任务是调理好身体 中心作愿赵丽颖能够尽快恢复身体 我们等待着她完美回归